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2011年中国平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男子团体第一阶段 锦州银行上海赌场迎战浙商银行的比赛 现在双方首先出场的选手呢 浙商银行是世界著名选手波尔 锦州银行是尚昆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现在首先由尚昆发球 正像我们平时采访波尔什所说的 在中国平超打球要想赢球非常困难 但是今年波尔呢 比去年好像成绩要好一些 他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漂亮 今天的比赛的抽签结果是这样的 波尔呢 是抽的主队 也就是智商银行主队 波尔打第一场和第四场 马林打第二场和第三场 就是第二场是单打 然后第三场是和好帅打一个双打 漂亮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波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在近台 能力非常强 在近台的这个近距离中 反拉 十分独特 现在尚昆落后三分 大家可以看到波尔的他的技术特点 首先呢 他这个站位 这个机动性比较强 重心相对比较低 身体素质比较好 前三板 没有这个明显的弱点 相识起来以后呢 比较赢钱 在中近台 这要求他呢 具有很好的反应能力和快速的运动能力 参考虎 因为尚昆和波尔都是左手 所以今天这个战术有些特殊 谢谢 这一段波尔连续输了几分 所以金空心选手还是要立足于在自己发球的时候主动的发球抢攻 在自己被动的时候要控制完了以后仍然是首先上手 这样的话就能够占据主动 因为平时训练都是练的进攻 2011年的中国平超联赛吸引了很多世界各国的优秀的选手参赛 也使得整个比赛的水平明显提高 有一些观众认为像波尔这样的选手打中国平超联赛 容易了解中国乒乓球的底细 但是从另一个情况来看 就是中国年轻选手的成长 由于波尔他们这些优秀选手的出现 对他们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好处 弱子温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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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布尔今天在正守卫揭发球接得不错 往往用正守揭发球的好处 就是有晃的效果 让对方感觉上 只要你正守一上手 他就会认为你要攻 这时候你撇一板也好 或者你摆一个短也好 都会对方造成一种不适应的感觉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布尔在一上来以后 开局打得比较好 一上来就落后领先很多 然后被上空追回来 接着到五平以后又把比分拉到八比五 所以布尔赢了关键性的第一局 后面就相对的要好打一些 今天布尔的正守揭发球接得非常好 目前这两个队的情势是这样 现在这上银行队呢 是目前在前十一轮里边 是和八一 容胜共工 鲁能中建装备 这三个队都是并列在第一 都是打了十一轮 赢了九场 赴了两场 但是相对来说 锦州银行上海呢 是正好反过来 是赢了两场 输了九场 现在垫底的队 就是江苏风潮电阑 目前呢是十一场都没有赢 所以这两个队的情况不太一样 也就是这上银行呢 可能是要争冠 力争争冠 因为他们现在是并列第一嘛 翻过来像锦州银行上海 可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保级 因为他们在降级的边缘 现在规则是这样的规定 就是一共八个队采取双循环 第一阶段 也就是说一个队和另外七个队 要两次照面 这就叫十四轮 那现在呢已经打到第十一轮 也就是还有三轮比赛的结束了 那十四轮以后 然后根据你的胜负来排 排在第一到第四名的队 叫争冠组 排在第五到第八名的队 叫保级组 然后采取这种交叉淘汰的办法 所以说呢 现在对这个 特别是对锦州银行上海来讲 现在应该说呢 是有一定困难的 因为他如果打到后四名的话呢 那么就要打一个保级组的一个交叉淘汰 如果在交叉淘汰中 最后的那个两个输的队 再进行比赛 然后呢 那个输的队 就是整个比赛的第八名 根据这个第八名 再和去年甲A联赛 也就是今年甲A联赛的第一名 再进行个辅加赛 最后呢 就是2012年的前八个平朝联赛的队伍 又重新产生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在第一阶段 如果能够打到前四名 就是成了夺冠组 就不可能降级了 如果打到后四名 到保级组 这就很难讲了 波尔现在呢 代表智商银行 应该说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许多场次 他都能够拿到一分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 谢谢大家 你可以看到波尔的这个白短能力非常强 这前三板的控制 在这方面呢 他在欧洲选手里是把尖的 左手碰到左手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要求你呢 这个运动员呢 要对左手有自己一套打法 特别是自己是左手的 谷尔的逆旋转发球很有威胁 还是你旋转 这是常说 往往这个高水平的选手 用正手的概率在70% 波尔也体现了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他用正手用的比较多 侧身意识很强 今天从上坤来看 主要是在发街